在村里 爷爷是气象学家 天空中飘忽不定的云彩 是解读来日风霜雨雪的密码 而奶奶是天文学家 在有月亮的夜晚 讲故事 捧你睡着 她望向心斗的模样 比你更了解宇宙 і宇宇宇宇宇宇宇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我很小的时候 爷爷就跟我说 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 面朝黄土 背朝天 靠着吉姆田地维持生计 这几天看到B站发起了一个活动 主题是讲真实的农村生活 我想有些话不得不说 有些感受不得不表达 从古代的山水田园派诗人 到现在的网红打卡博主 给农村生活蒙上了一层诗意化的浪漫滤镜 我不否认他们的真实性 在幽静空旺 林木和农作物繁盛的农村 生活的确有很美好 很悠闲 甚至很可爱的一面 但这只是其中一面 并且不是最为核心本质的一面 从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的角度出发 我想说 农村早就不是课本里所描述的模样 近几十年来所发生的改变太过巨大 我在澎湃新闻的网页中 看到了一些关于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首先是一张图表 显示了从1953年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到2020年的第七次普查 我国城乡人口的数量以及所占比例的变化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程 特别是近十年 乡村居住人口的数量和所占比例 都有了大幅下降 相比于2010年 2020年乡村人口减少了大约1.64亿 城镇化之外造成这种现象 更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 答案是人口流动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流动人口中 省内流动大约2.5亿 跨省流动大约1.2亿 特别近十年 流动人口增加了大约1.5亿 那么增加的1.5亿流动人口都是谁呢 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 我相信其中或许也有 正在看这个视频的你 还有从各个小城市 乡镇 特别是从农村走出来的90后 甚至00后 我们是我们 为了生活只能离开乡村的我们 小时候留守的我们 盼望父母的归来 长大后 我们自己却又成了出走的人 在这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 你问我梦想在哪里 我还年轻 我还年轻 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 每次过年回家 都能听到一堆 婚散嫁娶的消息 初中同学结婚了 小学同学生孩子了 又或者哪个慈祥的老人 永远地别离了人间 这些年 因为乡村振兴事业的进步 一些村庄成为了旅游特色村 又或者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点 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 但更多的生长在山川湖海边的村庄 依旧需要更多的关注 就我们个人这些年来的主观经历和经验而言 自北向南 看到了一些相同的特征 这些乡村地域不同 气候不同 文化不同 但都大同小异地有着空清化的趋势 一栋栋气派的小羊楼里 只注意两个老人的现象很常见 面对这些正在真实发生的历史 我们想要记录 想要表达 想要发出来自农村人的声音 当然我们也知道 不是所有人都对乡村心怀眷恋 甚至倾向于逃离 去到自己更喜欢的地方 毕竟每个人的成长环境 以及所遭遇的具体经历都不一样 所以一定会有不一样的选择 比如我们知道 整体而言 相对于男孩 女孩自身走出家乡的意愿 是更强烈的 所以 我们做这个视频 无光价值评判 无光熟优熟烈 无光伤春悲秋 因为作为个体 在茫茫世间中 太过微不足道 能真正把握的东西 更是微乎其微 但发生仍然是重要的 以前农村包围城市 现在城市向农村扩张 在这样的大趋势下 城市越来越繁荣 传统乡村或许最终会消失殆尽 事实上 每天都有数十 上百个自然村消失 但这并不意味着 乡村就是历史的 结果导向论中 一个不痛不痒 无关紧要的过渡阶段 因为 乡村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值得被看见和被记录 我们是玉珍记事 逆着城市 向村镇奔赴 光注被忽视的 记录被遗忘的 遇见真实 我们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 beim